这个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日记 你到一个城市 如果你想了解它的过去 那一定要看看它博物馆 如果你想了解它的现在 就要去商业街呀美食街呀 如果说你要想了解它的未来呢 可能的未来 那你就要去它的城市规划馆 今天我们就逛逛五湖的博物馆 看看五湖的这本日记 老公你看看人家这个 人家上面还有一层太阳灯板的吧 有 太阳灯板这个好像是200瓦 这基本上是一个守恒定律了 基本够它用了 阳光好点用这个就能走了 飞机就这么开了 你看这两个是一起动的 对啊 现在它叫中联智慧农业了 转型叫齐日中古 水运五湖 这个在历史上 我们五湖是就是真的是用过这个五湖 历史有一段时期是叫这个 然后最早最早是叫这个 对 鸠丝 现在它这边还有个鸠丝补偿 三人 我最早就要说 还没什么 三人 我 你ado 没什么 咋 我 你 你 现在在咱们那个人民大会堂 那个一进屋那个营贵宾那个地方 很多国家领导人和养的一个地方 就有一个五湖的铁画 黄山营客松 那个铁画最早的时候是放在安徽厅 后来因为这幅画太震撼了 就给它放在了这个人民大会堂 这个主的营宾厅 就是很多外国领导人都能够看到 然后我们中国领导人欢迎的时候 也在那边跟他们去合影留念 这个铁画难就难在 他先是要说白了 要把这个画画出来 然后就有这个工人再给打出来 这个画是谁创作呢 是当时安徽师范大学美术系的教授 叫王诗臣王老师 打造的这个团队呢 就是五湖铁画的这个开创者 叫楚元庆 他带领当时是几十人 几百屏的一个厂房在那里面去打造 历史了好长时间 然后才把这个 五湖铁画 颜柯松这个给做完 所以现在每次人民大会堂 你看一些新闻的时候都能够看到 现在它已经是五湖的一个城市名片了 也是飞夷的代表作 所以大家如果来五湖可以看看这个五湖铁画 另外就是你可以买个纪念品 还不贵 我背后就是当年渡江战役的一个场景复原 渡江战役的第一条船是五湖打造的 当时我们不但取得了胜利 而且毛主席还写过一首 百万雄狮过大江 给大家背一下 中山风雨起仓皇 百万雄狮过大江 虎聚龙盘金圣锡 天翻地覆凯尔康 宜江圣勇追穷寇 不可孤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 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苍苍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